要问暑期档话题度最高的电影有哪些 陈思诚指导的《消失的他》和王宝强指导的《八角龙》中一定榜上有名 要问《消失的他》究竟有多火 上映10天实施票房便已突破20亿大关 根据专业平台的预估 这部电影最终票房保守估计能冲到33.8亿 在某视频平台上累计上榜热搜话题203个 登顶TOP一次数50次 话题播放量累计高达77.45亿 可谓掀起了一场全网悬疑的飓风暴 毫无疑问这波陈思诚又赢马了 而他也无愧于商业片《鬼才导演》的殊荣 这部集结了《恋爱脑家》《渣男家》《闺蜜复仇家》 《东南亚家悬疑》等各大热点的电影 狠狠地戳中了社会痛点 迎合了观众的胃口 成功实现了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而《八角龙》中虽未正式上映 但典印的预售票房也已经突破三亿 作为王宝强六年磨一剑缔造出来的作品 这部走心的现实题材电影 财中了《格斗家》就书架走出大山的命门 也激起了观众想一睹为快的冲动 只不过随着电影的火热播出 陈思诚和王宝强这对难兄难弟 也再一次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 接受观众们的审视彻底现了原型 而他们近期推出的这两部电影 之所以能大获成功 也离不开两个重要的信号 零一外界都说陈思诚是商业片鬼才 这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大空 陈思诚自己都说 他想做一个有产业思维的艺术家 放眼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名侦探 国外有柯南、福尔摩斯、金田一 中国有古人包青天、敌人节 但还遗憾缺乏有一位现代的名侦探 抱着想要塑造中国版福尔摩斯的想法 他创作出了唐人街探案中的天才侦探情风 拥有超能力加逻辑缜密的天才少年情风 搭配上无厘头来协助破案的舅舅唐人 一个负责认真破案 一个负责插客打混 这种反差的主角CP倒也给了观众不少新鲜感 果不其然 陈思诚指导的唐探三部曲上映后大告成功 三部共揽下超87亿元的总票房 一举将陈思诚推到了悬疑喜剧片导演的宝座 也开拓了他未来的商业资本版图 要知道 一部电影从筹拍到正式上映 其背后一定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而陈思诚之所以敢放开手脚去打造自己的悬疑帝国 是因为背后有着万达这座靠山 但深巴陈思诚与万达的关系 与其说是帮与被帮 倒不如说是互相成就 2014年 陈思诚从演员转型成为导演 靠着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北京爱情故事 与万达初步达成了利益捆绑 这部投资仅5000万的电影 最终收盘了4个亿的票房 让万达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 陈思诚指导或监制的一系列悬疑电影及网剧 都找上了万达这位金主爸爸 在2018年影视行业遭遇寒冬的危机时刻 陈思诚靠着一部唐探2 让万达挣了近7个小目标 拯救其余水火之中 说来 陈思诚也绝不是一个秀化枕头 他靠着对市场变化敏锐的嗅觉 总能及时察觉到观众的胃口在哪 并快速炮制出一道最银河市场的大餐 近期热硬的消失的他 不就是陈思诚商业思维模式下的又一个战利品 先来看看一项数据 该电影女性的购票比例达到了68.4% 而男性只有31.6% 这个比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 但却暴露了一个意外的真相 这部电影的受众群体大多为女性 财重的也正是当今社会一毒毁终身 以及女性帮助女性的痛点 极大的激发了女性之间的情感共鸣 再加上不乏有好演员朱一龙 妮妮文永山等人的助阵 这部电影的卖座其实不在话下 在电影热音后不久 互联网便传出消失的他的故事原型 来自于孕妇泰国治亚案 这一点得到了当事人王楠楠的认同 据悉早在三年前 陈思诚就联系上了王楠楠女士 想征得她的同意取得版权 而现实中的王楠楠 与电影中的附加千金李木子 经历了一样可怕的事情 电影中附加千金李木子上当受骗 爱上了有意伪装温柔面孔的渣男何飞 后来李木子才发现何飞是个赌徒 何飞在得知李木子有意要与其离婚后 便痛下杀手 将其锁在了深海中的防沙龙里 想要瞒天过海回国 继承女房的巨额遗产 而现实生活的王楠楠 靠着在泰国经商身价千万 后来他相识了伪装成暖男的于小冬 架不住于小冬死缠烂打的追求 在相识了短短一个多月后 就与其步入了婚姻殿堂 但不料男方的温柔体贴只是假象 他曾因犯罪做过八年老 甚至还在外欠下巨额的赌债 到泰国也是为了躲避债主 善良的王楠楠为男方还钱了大半的债务 剩余地要于小冬自己承担 但这居然引起了男方的杀心 婚后仅两年 于小冬便把怀孕三个月的王楠楠骗到公园 将其从三十米高的悬崖上推下 幸亏过路人及时发现王楠楠 才把他从死神书里抢了回来 可以说陈思诚就像一面镜子 在他的作品里 你总能发现一些社会题材的影子 难怪有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 在网络上留下了不少神评问 但有的必有失 在切中了社会情绪的同时 陈思诚也有他的难处 陷入了悬疑的陷阱 在部分观影平台中 有眼尖的观众指出 消失的他疑似借鉴了看不见的客人 消失的爱人等多部影片 对悬疑片有一定了解的 刚刚看完前二十分钟 便猜中了最后的结局 但正如艺术需要百花齐放 一部电影上映后 反馈出不同的声音 也太正常不过 只是这一回 陈思诚抓住下沉市场观众 心理需求的商业秘密 也就此看破了 零二旦反观好兄弟 王宝强的导演之路 走得就远没有陈思诚如此顺利了 2017年 王宝强首部指导的动作喜剧 大闹天竹上映 不料口碑扑街 在某半上的评分仅至3.8分 有超过一半的观众打了一心 甚至因为这部电影 王宝强还被评选为 金扫主奖的最令人失望导演 那几年王宝强肉眼可见的不好过 感情上他的婚姻破碎 妻子马戎转移走了他的大部分财产 以至于后续的律师费和税金 都是好兄弟陈思诚 掏出300万来支援他的 事业上大闹天竹的翻车 让王宝强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 他打心底里觉得欠观众一部好看的电影 于是便有了八角龙中这个故事 一开始 王宝强告诉资本方们 他想要筹拍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可不料大多资方都纷纷表示质疑 觉得王宝强在喜剧上表现更胜一筹 如果他来指导现实主义电影 他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因此大多资方打了退堂股 而少部分资本方虽然初期同意投资 但等到真正要落实款项的时候 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无奈之下 王宝强还是硬着头皮下了血本开拍 可等到电影后期的时候 王宝强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便找好兄弟陈思诚帮忙 没想到陈思诚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还告诉王宝强 需要他的时候尽管开口说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正是在陈思诚的支持下 王宝强最终才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工作 可以说人生如戏 陈思诚和王宝强最终还是活成了成才和许三度 也有网友笑评 陈思诚身上唯一的优点 可能就是对王宝强好 但话说回来 王宝强的八角龙中点印成绩可谓亮眼 还没正式上映 就已经狂揽下三亿元的票房 可以看出不少观众对王宝强抱有期待 有不少网友表示冲着王宝强的这股子真诚 也要去支持他的星座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见不得宝强书 零三相对于大闹天竺闹腾的喜剧感 八角龙中却开启了走心道路 沙场老板向腾辉倾尽全力 带领着一群大山里的孩子 走上格斗道路 最终帮助他们破茧成蝶 实现人生逆风翻盘 给原本暗淡的生活 致以最坚毅的一己 可以说 从王宝强这次交出的成绩来看 他确实用心了 这部影片改编自多年前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四川格斗孤儿事件 两个不过只有12岁的孩子 在八角龙里厮杀 令不少网友直呼心疼 而在这则画面爆火于网络后 格斗俱乐部的创始人安波 却被谴责靠儿童谋取暴力 后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后 把一部分孩子从俱乐部中带走 但他们却哭着喊着要留下来 甚至尽全力维护 一直在保护他们的干爹恩波 而王宝强此次在电影中饰演的象腾辉 原形正是来自于恩波 其实恩波并非为了牟利 才收养了这群孩子 而是为了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 他把孤苦伶仃的孩子们收养了起来 教他们实用的散打技术 还让孩子们接受了文化教育 为他们免费提供了意识助行 而王宝强正是看中了 这一真实故事背后的感人之处 才将其翻拍成电影 在电影点映后 有不少观众也为王宝强在电影里的用心处打call 为了能够尽可能贴近人物角色 王宝强增重30斤 他在电影里戴着一副墨镜 抬头仰天笑的画面 让不少观众梦回大树 而影片中出镜的山区孩子们也并非演员 而是真真实实从山区中挑选出来的 孩子们对演戏一窍不通 王宝强就自己亲身为他们做示范 看到山区孩子们为了不浪费粮食 而狼吞虎咽 同样出身底层的王宝强瞬间红了双眼 因此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让人领悟到了真诚的力量 作为王宝强的第二部作品 这份认真的态度值得给出肯定 但相对于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比如我不是要神来说的话 王宝强作为导演仍有一段路要走 还有专业知识需要去学习 就比如部分观众观后提出 觉得王宝强的电影过于零碎化 虽然故事都是一颗颗的好珠子 但王宝强却缺乏把他们串成一条项链的功力 这就导致有些情节铺垫的不够 有些情节情绪又没完全渲染到位 在最后那场重头的格斗戏上 有部分观众表示看得不过瘾 男演员身形教授却能单挑应 与自己体型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的大历史 也让观众对此表示质疑脱离了现实的真实性 但总而言之相较于陈思诚 靠深谙社会痛点来赢得票房夹击 王宝强对于电影的那份真诚 想必是他夺得好口碑的一个重要法宝 想来也是唏嘘士兵突击是七年过去了 陈思诚活成了现实版的成才 聪明圆滑 非常懂得市场想要的是什么 而王宝强则活成了许三多 真诚朴实 大致若愚 只想拍出给老百姓看的电影 这也恰好体现了电影圈两个重要信号 要么迎合市场 要么真心对待观众 都说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兄弟两人各自攀登 顶峰相见 也是一出精彩的人生剧本了 《 hubrise市場》 《修 Harvey》 《府城城》 《佛ő Yan 《青少年 》 《宣복助》 《秋康我明天中 《赫耳瘍 forgive》 《青少年才神》